台中市传出名师性侵学生 时间就在20多年前的明星学校 国中的校园里 而被害女学生如今已经为人失表 因为处理性贫案件 惊觉自己也是受害者 决定站出来向人本陈情 并且在议员的陪同下 召开了记者会揭露狼狮恶行 要求教育局扩大追查 终止伤害 终止伤害 不是你的错 勇敢揭开25年级的窗疤 以为人失表当年的名校资优生 在明代职人本教育基金会的陪同下 勇敢说出从国二开始的那些噩梦 我从头到尾都不认为 自己有跟老师所谓的交往或在一起 但是他逼迫我同意我们是交往的 他希望我当他 当他私底下的一个女朋友 长达四年被信任的国中导师纠缠 在25年后的今天 A小姐决定站出来 即便性侵案早已过了 法律追溯期 他也告诉我如果我敢离开他的话 未来我的日子将会过得非常悲惨 我不可能过得幸福 我也不敢跟别人讲这些事情 因为你无法得知他何时用情绪勒索 或者是以上对下的态度来对你进行如此的暴力行为 举条上写着即使是老师误会你 让你受委屈也要说抱歉 但千万别让一份持续的动力与关心 扼杀于一场误会 这是A小姐多年前想断绝往来 却受到不断骚扰 如今世界曝光了 连她的父亲都接到老师电话 她请我转达我的女儿了解 这事如果闹开了 进入诉讼 将来她的家庭婚姻 小孩很容易就搜寻到新闻事件 他们怎么办呢 她有写一些纸条 她有写一些纸条 然后说是什么误会啊 什么之类的 就是你看着说她一直在努力的去 跟当事人道歉啊 然后证据说明的机会啊 当事人都不理会她 给学生的打字信件上 解释上一次的误会 写到当一个老师低声下气 亲自到学生家里致歉 你若还不能弃销 那价子也未免太大 典型情绪勒索 制造学生的内疚感 她就会威胁我 她未来如果知道我要考教师绅士 她会动用任何一切她知道的资源 来阻止我如愿 同时她也告诉我 如果我敢离开她的话 未来我的日子将会过得非常悲惨 本案依照程序召开性别平等教育委员会 决议受理此案 并且仇主调查小组进行调查作业 25年前的伤疤 在25年后的今天站出来 惊爆机破头的名校 名师性侵丑闻 由于已过刑事追溯期 行政调查透过教育局扩大来追查 而教育局也回应若调查结果属实 将依相关规定来重办 中文字幕提供